涉嫌虐打女童至此的仪仗家 神明廳外牆和鐵窗上紅白漆交雜 滿地名紙沒人清 門窗被砸破 這裡簡直像是一座廢墟 更成了鄉民的泄粉場所 仪仗被羈押 但受牽連的卻是左右鄰居 三天兩頭有黑衣人到這裡 拖旗撒名紙 前天深夜更聚集兩三百人 叫囂怒罵還闖進嫌犯家中 搞破壞 水裡聲稱要為女童討公道 但左右鄰居真的受不了 因為現場遺留兩三千隻煙頭 垃圾滿地還有人嚇得連夜搬家 跟之前第一次破紅區 這兩件事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這件事屬於隨機起義 鄉民正義用錯地方 破壞他人住居更擾亂附近住戶安寧 也將面臨法律刑責 另外也有善心人士 來到女童鄰堂前上香 50多隻肉麻娃娃圍繞著鄰堂 燒給女童的紙錢 也堆得像座小山 而鄉葬費用將由阿公處理 不夠的再由禮儀社負責 家屬謝絕捐款 鄰堂前這滿滿愛心 也將伴隨女童走完最後一程 傑城摩輝彰化報導